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根据所有证据显示 我方警员范和声的死 是因为吴妈被收买而进行的刺杀 而这次刺杀行动 很可能跟贵党有关 我们党一贯反对内战 更不可能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看是有人刻意为之 以便混淆视听 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们的证据是不会出错的 很明显 这次已经出错了 我们请萧先生来 一是表明我们对这个案子的 公开公正的态度 而是请萧先生协助我们调查 我方不认为有什么需要调查 我们来就是为了澄清误明 我们已经得到了凶犯的公司 他已经承认了 是你们派他来刺杀范和声的 不可能 萧先生似乎太武断了 那公司呢 适当的机会会让你们看的 那我要求贱人 恕难从命 没有供词 也不让贱人 这就是你们的公平吗 叫我们来 就是为了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吗 我会把今天见面的情况 通报给在北平的美国协调员 你们不是最相信美国人吗 那就让他们看看你们的公平 告辞 我们可以让你们见人 带路 司令 现在这个情况不能让他们看评我们 你怎么样啊 醒醒啊 不是共产党让我杀你 是我自己杀的人 这是你干的 你怎么能这样对的 你还是不是个人 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干的 萧先生 请你注意下你的形象 我抗议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你们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市民 采用了这种暴行 我强烈抗议 萧波先生 有意义 也是我们植物范围的故事 何况 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合情合法的 你倒是应该注意下 你们共产党的形象 好 我会让全北平的市民 都知道你们所谓的合情合法 好 你放心 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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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的表现很差啊 萧伯没有半点影响 你倒手忙脚乱了 你这样做 能斗得过他吗 咱们这么毒打犯人 跟暴徒有什么区别 跟我们的敌人 就不能心软 他不肯招供 我们动点刑 有什么大不了的 嗯 你也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人 他受的那点刑 算什么呢 你不肯下手 我只好用别人了 司令 战场上面对的是军人 不管是军人还是其他人 只要站在我们队里面 那都是我们的敌人 都不能忍死 你这么心软 就不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 你这么想要自然 勇敢做 嗯 你怎么会做 一将功成万古库 这切是真理 我先告证 一将功成万古库 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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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 not 等先之辈 而且咄咄逼人 绝不能让她有 想出对策的机会来 我马上约美国人来 明天开庭 当庭指证 共产党指使刺客 杀害我方警察 你今天 必须拿到这个女人的供词 司令 一天 一天太急了 胜败在弹指之间 哪有什么时间 让你去慢慢想啊 你看 今天这个女人和肖伯之间 肯定有什么关系 不然 她不会这么冲动 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啊 如果这个女人不肯招供 我们做 也要做出一份供词来 这么做 这么做会不会不太道德 做事不要妇人之人 干不成大事 明有大局关 你看看 国共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不要因为 办不成这件事 连累了我呀 绝对不会 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 我告诉你 共产党那些人都很狡猾 你不要被他们迷惑 我也不允许你 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期望 请放心 金子亮 我绝对不会辜负 党国对我的期望 鼎为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年你跳窗户跑出去 没想到再见面已经是这个情景 肖叔叔 我自从离开你的那天 我就一直在想象 再见面时候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啊 我打了胜仗回来 天下太平 我在家门口找一份小差事 把你和妈妈接在一起生活 天下太平 乱了这么多年了 都长这么大了 还是没有太平 这难呢 救救救这个孩子吧 金宝 你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小柯 你别忘了 你是共产党烈士的后代 当年国民党破坏合作 杀死了多少共产党人 为了保护你 为了保护你 我们又牺牲了多少同志啊 小叔叔 在抗日战场上 还有那么多国民党的士兵 跟着我出生入死 为了党子弹而牺牲的 他们呢 我只相信真相 好 那我就跟你说说真相了 你知道你审的那个吴妈是谁吗 他就是你的妈妈 宁广东 胡说八道 他就是宁广东 我妈妈不是死了吗 他没有死 你不是写信告诉我妈妈死了吗 我刚刚知道他没有死 那为什么我多次派人查找 得到的结果都是废墟里无一人生还 你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消息啊 他搬了家 换了名字 我也是忽然在街上碰到他 才知道他没有死 他脸上被烧伤 溜了疤 你连琴妈都不认识 街上碰到 真巧 那为什么他自己不告诉我实情 他是为了保护你 怕影响你的仕途 那为什么今天再告诉我 我不相信 我意外的对吴妈那么好 我想多照顾他 想寄托一下我的思念 下一步我也带你想好了 用梨鉴计对吧 说我是共产党 是不是连我们的界面 都告诉国家边党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猜对了 我猜对了 振没有 做假 你就 años了 Suit 你说 verge 像处 你什么 肖叔叔 我今天最後一次 叫你一聲肖叔叔 從今天開始 咱倆沒有任何關係 范和聲的案子我會公事公辦 絕不通了 怎麼樣 老東西 你到底是招式不招啊 我說了我都說了 你還要問什麼呀 小柯 你知道 怎麼樣才能讓他講出真話來 說 到底是誰 我已經查過了 整個北平 姓吳的人裡邊 根本沒有你 就是霧曼 你到現在還不說實話 你到底叫什麼 別猜風雨 我想要動一下 就動他 我告訴你 不管你承不承認 簽不簽字 我們都可以弄到小柯的口供 知道嗎 你不肯捏造事實 你不肯捏造事實 但我絕對不會和你們這些 暗躁的事情 扯上關係 你這個老傢伙 我這刑訪可不是吃素的 來人 我最後再給你一次機會 現在後悔還來得及 我不後悔 我不後悔 帶走 如果你肯簽字的話 一點哭都不用說 你不肯 不肯 跪下 你說什麼 跪下 就叫這一點 是讓你也嚇到的 人們不肯 能否解 就麻煩 Arma 別人 chester 你签还是不签 我不会签的 你签还是不签 动手 他为什么不肯认呢 为什么要逼我 老板 你要喝到什么时候 什么 怕我没钱给 不是啊 我要休息了 善良 今儿啊 你喝的太多了 明天再喝吧 明天 我不要等明天 你再喝就绝 确实等不到明天 来 慢走 老板 咱们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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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肖署长 肖署长 醒醒 肖署长 干什么 我们找了你一个晚上了 什么事 那个叫吴妈的女人要见你了 吴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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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呢 那儿 来 来 来 你找我 我要见共产党军条出那个人 小伯 不行 只要你让我见他 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 为什么非得见他 我只想见他 我考虑一下 我今天就要见他 而且要单独见面 只要你答应我 你让我怎么样都行 签字按手印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他 他怎么样 你和吴妈到底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非得见你 你们到底把他怎么样 你们只有半小时 小伯 你来了 你终于来了 debts 这都是你干得 他可是你 别 别说了 你答应我的 可以单独说话的 再提醒你们一下 你们就半个小时 好 你下一个 来 龚龚 龚龚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 小龚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我杀人了 我把范和珅给杀了 你还记得他吗 范和珅 他知道我跟金宝的关系 他用这个 来威胁我和小白龙 我跟小白龙 想找到 他到汉奸的证据 就跑到他们家里来了 谁知道他突然就回来了 他把小白龙给打死 他还想杀了我 我就一直跑啊跑啊 结果 枪掉到了地上 我就拿起那把枪 把他给杀死了 别怕 你这是正当防卫 他们让我承认 是共产党指派我去杀了范和珅 他们这是往共产党的身上 泼葬水啊 金宝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是一个傀儡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要是承认了 会对共产党 我要是不承认 会对金宝国力 我只想着 能保护好金宝 你让他有什么事 你这么光想着别人 就不想想你自己呢 我没关系 只要金宝没事 我就放心了 你坚强一下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一定把你救出去 你放心 我会先攻击他 可以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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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送医院 安全力 你还怕他跑了 怕他被人劫走 你个手害死他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 关系 我真希望我跟他有关系 我们党会议 有这样的同志为荣 可惜他不是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普通老百姓 一个普通的女人 被你们折磨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这么冷血现在 你说的都对 但他现在也是杀人嫌疑犯 丁是丁 毛是毛 我只能比公主他 不许 你不能过去 警卫 你虽然没向我汇报 但是让他们见面还是对的 把萧波的情绪挑动起来 这样让他更容易出错 人的情绪一波动就失去理智 你要记住 是 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已经醒过来了 但是医生说得很虚弱 最好马上送到医院 你送得去吗 您的意思是 您的意思是 等审讯完了再说吧 啊 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不用我教你吧 知道了 明天我就约美国人过来 听我们的审讯 那一个时候 可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啊 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我明白 看来我们家玉山没有看错人的 谢谢司令夸奖 我请你把事情办妥 来 慢点儿 慢点儿 饿了吧 我给你带来点吃的 来 慢点儿 对我那么好 就是为了让我欠那份材料 共产党 为我那么好 为我有恩 我不会想爱她 还照顾我 还照顾我的孩子 你有孩子 对 像你一样 像我一样 如果她还在的话 一定像你一样 那么优秀 那么聪明 那么难看 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找不到 找到了 又能怎么样呢 找到了 我也不能认她呀 她一定很优秀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哪有脸认她啊 别这么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范和珅 范和珅就是个坏人 她就是个坏人哪 那你和你男人 到底为什么要去范和珅家 她不是我男人 她一直照顾 她从来就没有当过我男人 那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杀了她呢 我跟你说 范和珅 她是个罕奸 她为日本人做了很多的坏事 她还有日本人给她的违认状 我们两个人 为了找到她当罕奸的证据 跑到了她的家里面 结果被她发现了 她就一直追我 她还要杀了我 我捡了她的枪 对准了她 就开了一枪 不知道怎么 她就死了 还有 还有我们捡到的那个盒子 那个盒子里面 就是范和珅当罕奸的证据啊 但是我现在还是不能相信你 我只能相信证据 你知道吗 这件案子太大了 关系到国共两党的合作 明天 明天就是决定一切的那天 明天 这么急吗 是啊 明天金司令就会把 住在北平的美国人都请过来 当场执政共产党的罪行 你是想要说服吗 不是 我只是 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儿啊 真的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服你 从来也没有想让你干过什么 这件事 我一个人做就好了 我不会再难闻你了 你想让我抱你吗 给我纸盒笔 给我纸盒笔 你不是想让我 写公子吗 还有 给我一张薄被子 我很冷 我 还没有想让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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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相处着 我不能帮你的忙 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我不能害对我有大恩的共产党 所以我只好这样做 如果我的儿子知道我的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新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不想像是助力的 是一些事经济加起来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把心里给你把心里的重点 但还有非常有意义 就算是留意任何用 然后 我现在还看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肖伯斗下去 你不瞎你的孩子 天底下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会让自己的母亲去自杀的 他不会知道的 就算他知道了 他也无能为力 但每天 神怕完了 我还是要死的 你是怎么搞的 这么大好的机会 你竟然错过了 什么大好的机会 那女人未知自杀 我们拿着她留下的那遗书 来指证共产党那边 这多好啊 伪造遗书 我要的是结果 过程不重要 这也难怪你了 我也是刚知道那女人自杀 才想到她 这事真是出乎意料 好在她能够补救 怎么补救 那女人自杀不是没死了吗 我们就不能够帮她一把吗 是杀了她 她是畏罪自杀 就在一小时之后 你记着 今天下午 每个人和小伯都会过来 在这之前 一定把事情全部办好 还愣着干吗 快 好 我妈昨天下午差点自杀 那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能够了 她还是这么多人 我现在情人 我现在心能够了她 她你把她戴了 很怖 还能够操心 她大家不能够了 我现在想找到她的儿子 我听姑妈说 你曾经帮她带过孩子 你们对她用刑 不给她看病 还想要杀死她 怎么 现在良心发现了 想要帮她了 我是个军人 我只是奉命显示 不管怎么样 吴妈下午都会被抢人 我只是想为她做点事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们 如果吴妈的指控成命令 那和谈就会终止 国共两党之间 毛的像纸一样的信任 就会被戳破 内战再起 陷入灾祸的 就是这些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我能怎么办 金力武下的命令 吴妈必须得死 吴妈还在说吴妈 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 他就是宁广东 你就是他的儿子 小时候跟着你 风风雨不分离 你静静把我抱怀里 你静静把我抱怀里 把我抱怀里 你静静把我抱怀里 你静静我的心 一声麻麻 热来的 天涯海角 同你相依 无论何时 已不堪你 千上万水 我追寻着你 想起你 泪如雨 一声一声 不忘记 千上万水 我追寻着你 想起你 泪如雨 一声一声 不忘记 不忘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